第七百四十五集 还是为了治病 他心里一下就敞亮了 但也还是不放心 路上就问白赫然 你哥哥真的能治好 能治成跟轩儿一样吗 白赫然知道老夫人试问 能不能跟白浩轩一样是正常人 于是笑着摇头 不能 啊 老夫人的情绪瞬间就低落了 那 那能治到何种程度 白赫然笑着说 能治到他通晓古今 文武能论 精通一理 诗文信手拈来 总之 文能评笔杆子金榜提名 武能以兵法平定天下 祖母觉得 轩儿如今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吗 老夫人正正地摇头 阿然 你这是在说故事呢 要真能变成那样 那哪里是智 分明就是经了神仙的点画 语化成仙了 祖母不指望他有多出彩 就是希望他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将来能娶妻生子 好好地过一辈子就行 王儿这些年受了太多苦了 我只要一想到他傻了我就 老夫人说着说着又抹起了眼泪 李嬷嬷赶紧在边上劝 可别再哭了 二小姐从青州回来那会儿 连进宫复命都割下了 直奔府里给您治病 好不容易治回来了 千万别再因为总是哭又哭坏了 老夫人赶紧抹眼泪 是啊是啊 我不能哭 望儿要治好了是好事 阿燃啊 望儿是怎么个治法 之前我听你红衣念叨过 当然他也是听珍珍说的 刚刚有听你说给望儿念书 我就琢磨着 这事究竟是真的假的 哪有那样看病的 老神仙也做不到呀 阿燃 你快跟祖母说说 就一直给望儿念书 就能把那些书本上的内容 都灌进望儿的脑子里 白赫然晚上老夫人的手臂 轻轻柔柔地说 既然我做了 就一定是真的 祖母何时见过阿燃打筐 又何时见过阿燃 做了哪一件不靠谱的事 远的不说 只说祖母 您还记得当初阿燃给您治疾 之后您也感叹过 要不是自己真的头发也黑了 推脚也好了 还以为是做梦呢 当时您不相信自己的改变 但事实就在眼前 如今也一样 老夫人这一下子无语了 是啊 当初阿燃给她治疾的时候就说过 要让她的状态看起来像是年轻了二十岁 不说容貌有改变 只是身体各方面都会恢复像二十年前那么年轻 那么有精力 有劲 当时她就觉得是阿燃在安慰她 毕竟那是画本子里仙丹才有的功效 可是没想到 她的孙女真的就把她给制成了那样 所以她该相信阿燃 不管任何事情都要相信阿燃 只要阿燃点了头就没有做不到的事 老夫人忍不住又流了眼泪 要真实能制成那般 那望儿岂不是可以去考状怨了 将来石殿下 她想说石殿下将来做了皇帝 洪望做个大臣 实在是太完美了 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一来觉得不该妄议朝政 二来也是想到了她的儿子白星眼 白星眼这一辈子就追逐权力 在夜郭两家画的大兵下 总觉得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国杖 成为朝局的真正掌舵者 她为了这么个妄想 追逐了半生 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 一想到白星眼 她忽然就又不想让洪望靠什么状元了 我看就跟着洪家经商挺好的 老夫人想开了 将来阿然你前途不可限量 珍珍也是九殿下的正费 洪家的经营可就更加稳妥了 望儿跟着洪家经商 做个富家少爷 这是最好不过的事 刚刚是祖母想岔了 可别考状元 咱们不上朝堂 正说着 一行人已经进了洪望暂住的院子 老夫人的话音就落了下来 走路也轻手轻脚的 生怕自己动静太大了 再打扰到屋里治病的洪望 罗氏正在院子里坐着 一见老夫人来了赶紧迎上钱 行了李小声说 老夫人见谅 本来应该到府门口去迎一迎您的 可是望儿这里实在是走不开 我得守着 老夫人一见了罗氏也是亲 赶紧就摆手 压低着声音道 不计较哪个 我这里也没那些个规矩 咱们都是一家人 望儿叫你一声娘亲 我就也把你当亲闺女一样的疼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来看看望儿 不进屋 就在外头瞅瞅 罗氏笑着上前 主动搀扶了老夫人 带着她到了窗边 主卧倾靠里尖的位置 有一扇小窗子白天里 一直是开着的 因为白鹤染说了 病人的房间 一定得保持通风换气 如此才能保证 洪望呼吸到的 都是新鲜的空气 老夫人站在这个角度 刚好能看到洪望的床塔 一眼就看见躺在榻上 像是睡着了一样的洪望 同时也听见了 屋子里传来朗朗书声 再仔细一瞧 竟是个娇巧的小姑娘 正坐在床榻边的椅子上 手里捧着书本 一字一句 不疾不徐地给洪望念着 那小姑娘看上去有点眼熟 老夫人琢磨着 肯定是在哪里见过的 但又不常见 她合计了一会儿 突然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手也指了过去 嘴巴一开一合 无声地跟白鹤染说话 白鹤染看得懂 她说的是 嫡公主三个字 带着疑问和震惊 于是点点头 拉了老夫人离开窗边 一直绕开主屋 走到了隔壁厢房 待老夫人坐定 丫鬟也上了茶 她这才开口说 祖母没看错 给哥哥念书的小姑娘 就是嫡公主 皇后娘娘的亲生女儿 君灵溪 老夫人激动了 以前我就听珍珍说过 说嫡公主 对咱们望儿 很是有点意思 而且皇上和皇后娘娘 也没太拦着 今儿我看这架势 嫡公主都亲自 给望儿念书了 那她们俩 阿染 你可得给祖母 交个实底 这嫡公主 是不是真看上 咱们望儿了 皇上皇后 真能同意吗 老夫人这样问 罗氏也将期待的目光 投向了白鹤染 她如今是 红旺的娘亲 自然也是 最关心红旺的 终身大使 虽然君灵溪的意思 她都明白 但皇上和皇后呢 她心里还是没底的 白鹤染瞧着 这二人的样子 便知 他们心里 也是愿意 这桩亲事的 只是怕皇上皇后 那里不应允 毕竟 红旺过去是个傻子 如今还没治好 谁也不知道 有没有变数 于是 她告诉二人 嫡公主的心意 自然是愿意的 到皇上皇后那里 成与不成 只看我这次 能不能治的好哥哥 如若一个月之后 一切都顺利 皇上皇后那里 应该没有问题 祖母可以安心 大舅母也该准备着 被召进宫 等着皇上 给他们两个赐婚了 罗氏高兴地 都站了起来 在屋子里直转圈 她告诉白鹤染 这个事以前 我只是自己和解 从来不敢多提半句 就怕希望太大 失望也大 这几天 跟嫡公主一起 知道了她的心思 这希望就更大 可望儿毕竟没有治好 毕竟皇上皇后 那关也没过 我这心里 就还是没着落 可如今阿燃 你这样说了 那我基本就可以放心了 我相信你的医术 只要你说望儿能治好 那就一定能治好 等到时候望儿好了 不用皇上赐婚 我们洪家进宫提亲去 罗氏也是个行动派 一边说一边就张罗了起来 还得麻烦阿燃送我们进宫 虽然洪家也经常进皇宫的 但那都是送货 走的宫门不一样 给望儿提亲 可不能走小门 我纯门着 怎么也得从百姨门进去 直奔皇后娘娘那里 至于聘礼 望儿娶的可是当朝嫡公主 再没有比这更尊贵的了 所以聘礼 咱们洪家得多出 哎呀 应该出多少呢 他转头问向身边的丫鬟 都跟着想一想 别光站着 这可是大少爷的终身大事 可马虎不得 都给我好好想想 洪家出什么样的聘礼 才能配得起 嫡公主尊贵的身份 他这么一说 一个丫鬟倒也真是动了心思 当时就到 之前听二郎也说过一句话 什么好物件 都不如真金白银来得实在 所以要不想不到太特殊的 咱们干脆往皇宫里 抬金子算了 至于抬多少 那就看朝廷的国库有多大 不管他们现在 国库里装了多少东西 反正剩下的地方 咱们都给填满 全用金子填 白赫然瞅着 这丫鬟说话的架势就想笑 这意思是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用钱把君家给砸懵了再说 可国库之大如何填满 洪家究竟有钱到何种程度 能说出要把国库给填满这话 不由得又看向罗氏 就发现罗氏似乎并没有感到吃惊 也并没有觉得这是多不靠谱的一件事 反而认真的说 嗯 倒是可以考虑 反正儿媳妇是皇家的 咱们充赢皇家的国库 也算肥水不流外人田 再说 这也是给儿媳妇长脸 毕竟不是谁家 都有这个魄力和实力 能把国库给填满的 可我就是担心一个事 皇家的国库究竟是多大呀 见罗氏的话顿住 白赫然也跟着松了口气 想着罗氏总算是意识到 国库很大 不容易填满这个事实了 还是早点认清现实的好啊 否则是要出大笑话的 结果罗氏的话差点没把他给气死 就听罗氏说 过时听说过 国库其实就是个笼统的叫法 指的其实是朝廷的大账房 但也听说还是有那么一间大库房的 里头装满着金银财宝 毕竟皇家不相信外头的钱庄 也不会傻到把整个国库的金银 都搬到银庄去 所以国库是真实存在的 就是不知道这个国库有多大 里头已经装了多少东西 他一边说一边搓手 显得有些烦躁 这万一国库不怎么空虚 可怎么是好啊 瞧着咱们东秦现在的样子 也不像是国库空虚的样啊 万一国库原本就装满了一多半 咱们的金子没装多少就满了 那可就不是长脸而是打脸了 人家都得说红家小气 才太这么点金子进宫 显得不真仇 转而问向白赫然 要不阿然 你先替舅母去打听打听 看看国库空虚不 白赫然都听笑了 大舅母 你真是想要填满国库啊 是啊 罗氏一脸认真 外头人都说红家什么都不是 就是有钱 起初我们觉得这不是什么好话 但后来你大舅舅说了 就当好话听 有钱怎么了 不是偷的不是抢的 我们家人就是脑子好使 就是能赚钱 气死他们那些脚舌根子的 不是说我们有钱吗 这回就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 红家就是有钱 而且还舍得冲国库 说到这儿 他自己也苦笑了下 声音放低了些再道 我就是痛快痛快嘴 阿然你应该能想到 红家财富通天 早就已经被朝廷给盯上了 要不是有你和珍珍 许给了两位皇子 怕是朝廷已经对红家动了手 若是以后望儿再娶了嫡公主 那可就是人也有财也有 就算皇家不说什么 咱们家也堵不住 那些朝臣的悠悠重口 所以你几个舅舅早就有话 得挑个时机向朝廷表明心计 而且这个心计也不能只用嘴来表明 得有实际行动 各位君安 在下四皇子君沐昕 有人告诉我 说一人一事 不必再等 我不信 我一定会等他回来 给他讨个公道 希望各位听友 祝在下一臂之力 鲁青竹播讲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次